近期 中国公租房手机APP公租房办理功能在新疆上线 作为住房和城市建设部公租房手机APP推广应用的19个试点城市中 库车市和克拉玛伊市成为新疆最快实现租房涨上申请的两个城市 公租房APP的使用将进一步凸显覆盖面广 申请实现短 提交材料方便 足不出户就可办理等优势 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有效提升公租房管理及服务效能 今年这个公租房APP新疆也上线了 我看上面的功能政策还蛮多的 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在在线申请这个房屋 提交自己的申请 然后资格侦查也在网上做 完了以后还有我们在在线可以交纳这个租金 这个游乐APP以后方便了很多 据记者在新疆住建厅了解 从今年7月初截至目前 全疆系统访问人数已达到24,553人 房源发布17,554次 资格申请半件60件 申请通过47人 依托公租房APP及公租房信息管理系统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使用统一配发的高拍仪 将符合资格的材料拍照上传 可形成个人申请材料 加快申请材料电子化服务 公租房信息管理系统对以上传的申请材料进行保存 形成个人档案提升流转速度 提高办事效率 住户只需通过公租房信息管理系统扫码缴费 及公租房APP在线自助缴费 省时省力 下一步我们作为全国的19个试点乘11 APP我们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计划是在10月底之前 完成我们手机APP的宣传 确保我们的群众 需要的这部分人员 能够真正的使用到这个APP 并且能得到我们这个APP的使用后的好处 按照那个上级的要求 完成我们这个相关的各项工作 达到最终的群众少跑路 数据多跑腿这个目的 公租房手机APP可以让市民第一时间 在APP上查看本市房源情况 以及租房政策相关法规 公事公告 新闻资讯等信息 办理资格申请 年度复合 政策查询 账单查询 资助缴纳等多种功能 切实有效地解决了群众 办事难 跑路多的现状 大大缩短了公租房申请审核时间 提高管理服务水平